大家好,我是阿朵 今天我们还是来寻找古迹 看古墓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它就是影响了中国的文化 从这个汉朝 它独尊儒书以来 这中国它就奉行了儒学 这儒学就是孔孟之道 就是圣文孔子 还有这个亚瑟孟子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亚瑟林 是孟子的墓 还有他家族的墓 我们现在来这里来看一下 这个孔家和孟家 都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大家族 它是几百年 几千年 都兴盛不衰 所以它家族的墓地 也是非常庞大 现在所处的这片地方 就是亚瑟林 它的神道 我们走过一个亚瑟碑 现在住在它神道的中间处 它神道是非常长 而且它的景色也是非常棒 我们在两侧可以看到 是有很多的古树 它这个是为这个柏树 非常粗壮和茂盛 在这两侧像卫士一样 守护在这里 在这神道两侧 如果我们细细观察 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树上面会有这个绿排 这个也就相当于 这棵树的一个生命症 上面呢有它的科数 还有它的编号 它这些侧板呢 上面有这个绿排 还有红排 这个绿排上面呢 是由这个二级保护 这个红排上面呢 就是一级保护 这棵树呢 非常粗壮 它是一两个人 跟你就抱不过来 我们走过神道 走过玉桥 在前面呢 就是亚圣林 就是它孟子 还有家族的墓园 在这个亚圣林大门两旁呢 它有两块石碑 这块是孟林石碑 我们在上面 它是有这个全国重点物物保护单位 再来看看另一座石碑 它这个石碑呢 是非常奇特 为什么呢 它也是一座全国重点物物保护单位 但是写的是 汉鲁王墓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周城的大树镇 它这边有座山 是四季山 这孟林呢 也就在四季山西路 这四季山 有这个汉墓 穿过我最后这道门呢 就可以进入它这个孟园 孔子呢 是智圣 这孟子呢 它是亚圣 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其实呢 有很多年 这孟子是藏在哪里 是没有人知道 直到后来 在北宋年间 是由孔子的后人 所找到 进来门之后呢 这一段神道 它是直通响殿 过来响殿呢 就是孟子墓 它这呢 是有几块的古碑 是有清朝碑 还有功德碑 它这里古树的品种呢 是非常多 有金万株 而且我们在这个神侧两侧 全都是古墓 都是为这个孟子后裔的墓 从这个道路 往前面走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汉墓群 当然它这里呢 也是有西墓 我刚才呢 就遇到好多人 他们来这里去祭祀 这孟林里的古树呢 也是非常有看点 它是这个国内非常罕见的 一大片的侧板山林 这些呢 也都是为这个孟子后裔的墓 也是有各个朝代 我们走在这里呢 也是抱着崇敬之情 像如此大的一片家族墓 除了这个孔林 也就是这个孟林所存在 我们在这里墓之所及 全都是为这个墓碑 还有坟头 在前面呢 我们看到一树建筑 这个呢 就是为祥殿 这祥殿呢 也就是孟子后人 既是孟子的地方 这祥殿呢 它是最早建于宋 在明朝嘉靖年间 进行重修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它的风格 也是为这个明清风格 孟府还有孟林呢 都是非常幽静的地方 前面它是为一个五开间 在前面一侧 穿过响电 就可以到达孟子墓 它整个的孟子墓呢 它是在这个孟林 它单独的一个院落里 现在在我们眼前 所看到的 就是亚生孟子墓 是非常壮观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 它有这个石祭台 还有石炉 在这巨大的墓碑之后 就是为孟子 它的风土 亚生的风土呢 也是非常壮观 它上面呢 也是有很多的树木 绿树成荫 它呢 不是为一个圆形的墓种 而是为一个方形 它有高八米 在它下面呢 是为这个石头所砌成 在它上面呢 是为高高龙起 从汉朝以来 这儒家文化 就成了我们 中国文化的一个主导 所以呢 也就是我们历朝历代 所祭拜的圣人 在中国汉代以来 如果有哪位读书人 哪位官民 他不信奉孔孟之道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在孟子他那个时期 他一生呢 都在宣传儒学 他希望建立起一个 有制度 不要相互攻伐的一个社会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期 他是属于战国 各个国家呢 都想的是 揭秘别的国家的土地 所以孟子他也像孔子一样 他去过很多的国家 去宣传自己的主张 但是没有一位国君 去听从他 去任用他的主张 但是呢 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有能力去揭秘别人的土地 其中呢 就有这个滕文公 他这个滕国呢 我们在之前讲过 他的领地呢 非常小 只有方圆五十里 但是呢 这个滕文公 他也想保尽安民 所以呢 他就听从了孟子的主张 最后呢 这个滕文公 他竟然以 此方圆五十里的封地 存活于八百诸侯 并被列国 称为贤君 这也为这个孟子的功劳 直到后来 在汉武帝时期 他霸出百家 独尊如树 这儒家呢 才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进行主导地位 然后在后来呢 这儒家的地位 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我们看到他这呢 是有一道墙 是在这孟子墓的外面呢 就是为这个孟子后裔的墓 非常非常多 我刚才在这里呢 是见到了孟林的守灵人 那里有一个石贡台 是后来所做的 但是这一个呢 它是为金代的一个古物 它下面有这个浮雕 有这个隋浪文 还想到在正中间 还有一算扮演的门 这孟子的墓碑呢 它是非常大 是一块龟陀碑 下面呢 是为这个壁戏 它这块碑呢 是为这个清代年间 它的子衰 孟王金所立 这孟林的面积呢 它是有九百多亩 这里呢 树木非常多 也非常茂盛 景色非常优美 遮天避日 一代圣仙 孟子呢 就是藏在这里 这些环境呢 也是非常优美 山东呢 是孔孟之乡 这里古迹也非常多 我们下个视频 继续寻找 山东的古迹